好,我们来说明等笔数类这一个翻例档怎么操作 我们点 翻例 好,确定 好,这边呢,已经帮各位做好一些翻例的公式了 那这公式呢,我们先讲解一下 这个等笔数类的话,这是首项是1 好 好,下一项呢,是乘上他的公笔 所以这是他的前一项,V5乘以公笔 下一项也是参考前面 好,那我们把这边删掉,重做一次给大家看 好,要设公式的话呢,先输等于 这项是什么 前一项 前一项呢,乘上公笔 公笔在哪里 这一项 这一项做表是V2 好,可是V2呢,V2的部分要加个前字号 代表是绝对参照 就是我在 在 用铁板空格移动的时候 这个2的位置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按Enter 好,我们再看 移到2的位置 就是 往下一个 参照 那4怎么算 同样方式 4是找前一个 所以呢 前一个是V6 乘以什么 乘上公笔 公笔是多少 V2 好 再讲一次 这个 V2 这个是要做 绝对参照 好,我们拉好了 拉到1024 这一项 那下一个怎么做 首相是5 公笔是3 好,一样公式 我还是删掉重做一次给大家看 先点到下一项 按等于 等于前一项 乘上公笔 记得公笔的位置要 前字号 接着 点一格就好了 因为这一个公式 那往下拉 好,接着做法是一样的 好,接着呢 来看一下 假公笔呢 是 比1小的 那做法是这样 做法还是一样 好,第一格 假设1024 它下一个怎么算 一样 是前一个 前一个是 1,5 它前一个是1,5 乘上公笔 公笔是1,2 好,这边呢 求总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项 应该一样 因为它的树类的储存是 一样的 所以总和是一样 我们这边呢 参考答案 好 好 感谢观看